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再按Enter就不简单 MyRadio在互联网当中为你制作最精彩的网台节目 你可以根据你的兴趣选择你喜欢的节目 选择Facebook直播 YouTube或者LiveStream 记住MyRadio的节目是有最精辟的insights和有娱乐性的节目 所以给节目月费是绝对值得的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今天是星期一 11月13日 我们先买广告 空手道包了一场 在23号 戏院是百老汇电影中心 但是油麻地 中方街3号进发花园 不要去西洋菜街旺角百老汇 这间百老汇电影中心 在九龙油麻地中方街3号进发花园 很多人都会去的 不要搞错 现在还有少量的票 那里面还在买票 那里包全场当天大约有百多个 每位一百元 其实戏院内买票是九十几元 因为你用PayPal给钱 也有些手续费 那我们又有些 其實我們是要蝕水的 因為要安排很多東西 現在反應都不錯 那部戲一直在上 當然啦 去到23號 那部戲是不是下話呢 就不知道 下不下話 跟我們沒有關係 我們跟發行公司和戲院談了 你下不下話 跟我們沒有關係 那都做了一段時間 你不要笑 講產片 你做多一個星期 那些很厲害的 我現在告訴你 你不要說講產片 你合拍幾多億 一兩億港幣那些所謂大片 跟大陸合拍的在香港票房 都是很差的 他們常常強調大陸收多少億人民幣 這樣嘛 你明白嗎 包括最近那個吳京那部 因為民族主語厲害了 現在強起來 那部戲就很收得了 那些片商收不收到錢 我就不知了 如果合拍那些 但是這些就是本地電影 港產電影 那我們支持阿澤 支持本土電影 這個當然了 所以我們就包了一場 但是呢 其實包場呢 因為有時候 因為有時候 那部戲在上咪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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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時候 都沒有必要在那個 現在有多少家電影都做 我都不知道 我看過了 那部戲是好看的 那麽我們包場呢 現在 基本上就買了一半以上的票 那麽希望大家繼續 因為23號才是 那麽我和阿祥哥都會出現的 那麽因為 那麽我們現在看一看 可不可以找其他演員 那麽如果他們有空的 那麽可以和大家 蔡侯平也好 什麽都好 其實都沒有所謂 對我們來說 有就行 沒有就行 那麽我們次在就是撐 那麽大家就要注意了 那麽非呢 就所餘無幾 那麽你想 整個我們買Radio的支持者 那麽大家聚在一起看一場戲 那麽就撐這個本土電影 那麽撐這個 杜汶澤 那麽我們就 那麽這些不是代表什麽 那麽老實說 你包場的 那麽賣了多少錢 皮靈 那麽這個不是一個 純粹是一個象徵性的支持 那麽就是我們支持這個本土電影 支持杜汶澤這些電影人 那麽他是他製作的 做監製導演 雖然有做演員 演員他做配角的 那麽主角就是鄧麗欣 那麽我看完這部戲 對鄧麗欣的那個演技 真的非常之讚賞 我個人來說 我現在甚少看華語片 那麽如果真是本土 純本土的電影 我就一定看的 那麽這個就是一個原則立場 那麽當然如果本土電影是爛片 那麽我們也會罵 那麽大家在PayPal上 上MyRadio 或者用信用卡給錢 或者上普羅給錢 那麽都可以 那給錢之後呢 那麽我們就在戲院那麽 那麽呢 那麽當日就不會賣票 OK 我們只剩下那麽票那麽沒有 戲院就不能賣票 我們包場就不會在戲院賣票 那麽你別想著Walk in來看 對不起一定沒有 OK 那麽所以呢 那麽當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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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老匯電影中心 可以換票入場 還有疑問可以打24673088 如果不清楚就打我們寫詞樓田華 還有少量的票 說起這個空手道 最近有一部公手道 不知道是不是抄 其實都可以播段片看看 好噁心嗎 好噁心嗎 這個馬華 我也不想看 不想看五波 不想看他 不想看五波 聽說這段片 太極高手 這部電影是華語電影世界裏 一級功夫明星 全部做下巴 這條牌骨線 望之不似人軍 但勝在踏水 所謂的太極大師 Jack Martin 我看了那個電影 有人傳給我 一個加拿大的朋友 許願 即是 那個大佬 John 傳了一段東西給我 叫我 有這個電影 你可以看一下 然後我就回覆他 我一句說完 有錢大人 有錢大人 OK 不說粗口 不可以 他說 他說 你是一位 有錢大人 去看這個 Jack Martin 發展的 阿拉巴巴 他已經練習太智 超過三十年 他做了這部電影 Gathering Gathering all major muscle Action film star Really looking forward to it Enjoy the review 然後我回覆他 他是英文 他是鬼來的 這個是 這個是我們 弟弟背 所以我可以這樣 他會聽我的節目 我就回覆他 一句說完 有錢大人 這個是沒有價值判斷的 這句說話 這句說話是說我的事實 這個是客觀的描述 大哥 沒有主觀判斷 沒有主觀判斷 叫你給你淘寶 賣假東西 是不是 你現在是發達 你看到什麼時候 被習近平拔你下來 我現在告訴你 真的很危險 在大陸做這些超級富豪 他不但只是拍部這樣的戲 他之前跟王菲一起唱歌 你明白嗎 那些人呢 其實是 有些人更喜歡 這個世界有崇拜 沒有同情 這些人 有錢 有錢 在中國也算是 數一數二的人物 搞這個 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 這麼厲害 幾乎是首富 沒做首富 做首富就被捕 通常都 拍部這樣的戲 那你真的侮辱電影界 說說說說說說 但問題是 為何你那些人肯被他侮辱 因此 李連傑 李連傑 被他打到地下 真是慘 這幫全部大把錢 你知不知道 把部戲幾千萬 你又不是等他開飯 做什麼 做什麼 是嗎 人無此便無敵 是不是 所以這些人的戲 我們以前都會看 現在我不會看 大哥 你說不是 這是電影藝術 那我拍電影 我工作是拍電影 有錢收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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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東西都有錢收就行 不過不用支付寶 不支付寶 不支付寶就行 在大陸 我就覺得這些 非常之好笑 當然他 這位 中國企業家 亞洲首富 阿里巴巴集團 董事局主席 淘寶網 支付寶 創始人等等 厲害 所以在大陸叫雞這麼方便 也要多謝馬雲 因為可以用支付寶 有紀錄 支付寶也是他 跟他有關的創始人 支付寶 他是 對嗎 但是奈何這個雷鼎明 繼續死撐 你們是古叔 但是雷教授 你可能不知道 在大陸召妓嫖妓 都是犯法的 嫖客也要坐牢 妓女都要坐牢 你知道嗎 雖然春城無處不非花 東莞就是人 就是 香港人都知道 東莞是甚麼東東的 你說東莞就不是說 他 其他經濟實力工廠企業 不是說這 就是說那裏 真是春城無處不非花 甚麼花樣都有的 所以香港有些色情場所 甚至換色來招羅 是嗎 管式 我都說了 管式 管式來招羅 東莞式的服務 服務 用來招羅人 大概雷鼎明的朋友 他說他的朋友 不知道是不是他 這麼清楚 我認識很多野遊 朋友都不知道 原來是大陸叫雞可以用支付寶 那好 那就有記錄 所以中國沒有辦法不強起來 說真的 沒有辦法不強起來 真的春城無處不非花 你記不記得當年 美國一個女記者訪問周恩來 當時她是總理 問她中國有沒有娼妓 她說 有 就是台灣 這句話是有意思的 一個中國 台灣是中國 不可分割的一部份 台灣有雞叫 台灣有妓女 你問我中國有沒有妓女 我就直接回答你 有 不過加句話 真的是台灣 現在 你周恩來翻身 被她激死 你問她 中國有沒有雞叫 你周恩來 你可以說 因為市場經濟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現在叫做 習近平新時代 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是不是 那就一定是 有妓女 有妓女 有嫖客 那就很正常 但犯法 雷鼎明這樣說 你是不是告訴別人 中國周圍都有雞叫 不但有雞叫 為了方便你的人 還可以支付付費 很方便 還在撐 這些基本上是無賴 在科大教這麼多年書 貴為Chair professor 你可不可以去死 這些人 我們不是從道德去責備你 你為了拆共產黨的鞋 你無所不用其極 而且你的說法 是不合邏輯的 喂 中國經濟強 連叫雞都可以用支付寶 那就代表經濟強了嗎 其實在香港拿著手機 都可以支付的 你大佬 你download一個wallet 用手指毛 用credit card 一樣有的 跟支付寶有什麼分別 跟你的銀行信用卡聯通 這個是中共 要控制香港經濟的一個手段 你以為全世界 只有支付寶 即是為何我們忽然會 扯扯扯扯 說到空手道 又說到功夫道 然後又說到雷景明 就是因為 馬雲這個契弟 支付寶創始人 是吧 所以他對中國的經濟 可以叫雞用支付寶 有莫大的貢獻 所以我們一定要拿出來說 這個說法 還有一個寓意 就是你幫他拍戲這一群 一線的演員 國際級的明星 全部都是做雞 給錢就陪他老闆玩一下 是啊 就是這麼簡單的 所以有些人不喜歡我說髒話 但是我真的很全神 老闆給你錢 你是不是要跟他玩一下 無論男女 我不是跟你說道德 做人有些事情可以做 有些事情不可以做 就算你的職業是做演員 所謂muscle art 的star也好 你說我是一個professional 那他要拍舞這樣的戲 我就 你等錢開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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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等錢公樓 他還要跟王菲合唱 《功夫道》 有一首電影主題曲 叫風清陽 又拍MV 你真是屌你 說說 我們兩兄弟 事大一個 屌你 甚麼英俊我們九倍 好樣不是那個英俊 你九倍 妄之不似人君 就是因為這些怪相 是吧 那些人就 嘩 雖人 真是很簡單 跟紅頂白 趨炎附勢 你還有一件事 我覺得要說 那這些就算了 但你現在對於不肯趨炎附勢的人 肯要堅持自己的風格 還要踩兩腳 這樣才糟糕 是很簡單 是吧 到文澤這兩年 自己做監製導演 就跑了兩部戲 做演員就沒有了 一四年到現在 這三年 是吧 那你一樣不會餓死 是吧 那被人鞋落兩句 我們都要出聲 你黃晶 找他來打 那又怎樣 找你黃秋生 又來打 那又怎樣 那你發了他吧 肥仔 是吧 你狠狠發達 是不是這樣 有一次還好笑 在馬上見到我 我真的跟他非常之熟 我必須在你講明 OK 認識他很久 是吧 我都 處男拍戲 就是被他打的 OK 那行不行 1995年 拍一部 港督最後一個保鏢 十萬元一組的那部戲 拍了三組 即是三人 那時候最高片酬 那時候 要你一天拾皮 是不是 不是作的 有合約在那裡 他被扔的 我都用來做紀念 是不是 那是禎哥那些 他叫禎哥 那時候 因為是鄉華星 他拍鄉華星的戲 每一部都很收得的 但又不是因為他聰明 是鄉華星的好東西 OK 那些片 是80年代 90年代初 最買了的電影 全部都是鄉華星拍的電影 《賭神》 是吧 周潤發做的 《賭神一二》 《桃學威龍》 《賭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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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國昌做導演 我最記得了 是吧 那時候 《賭俠》還出現了一個小插曲 現在告訴他 有些人喜歡聽我說這些 《賭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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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稱為五億華探長 是我們同鄉 小弟呢 他在台灣的時候 我那時候 去台灣也跟他喝咖啡 OK 他對我又 當然是我們的 世宿伯 對我又好 當時鄉華星要開這部 《賭俠》 叫做 他就出現《賭俠》 OK 於是當時 鄉先生就找我 過去台灣跟他說 說服他 然後改名叫做 雷諾傳 後來就拍了 拍完呢 我必須去說 很多人都不知道 他的樣子跟劉德華 真的有幾分 不是吧 真的嗎 真的 真的嗎 真的嗎 你可以去搜尋 Google 不過他 晚年是胖一點點 他的樣子的輪廓 好像劉德華 真的不知道 你不知道 很多這些事情 不過說開就說 我要說這些 還是說吧 還是做個節目就行 你記得好聽 我告訴你 好過講政治 對吧 有這樣的故事 現在告訴你 你不是說要拍什麼就拍什麼的 很多時候 真的有些人 其實他的家族很熟悉 但他也不讓你拍 他怕你裡面有對他 因為他是一個 已經被香港政府通緝 是吧 走了去台灣 不能引渡 去台灣 最初去加拿大 很多這些 當時的華探長 是吧 一大堆這些都不在香港 是吧 在那個時代 七十年代 開始連署出現之後 還出現這樣的情況 他也是一樣可以委託律師 是吧 出這個 禁制令 禁制令 後來我過去跟他聊 解釋給他聽 是這些電影 還有 他不拍 向先生不拍 別人也會拍 向先生你自己人 大家向你 我是用這樣去跟他說 你別人拍 拍到你 鬼五十六 就是這麼壞 其實還有一樣 我沒有說 香港的電影是創作 對吧 這個是創作自由 但因為他對我 是非常有好感的 OK 因為我每次去到 都經常跟他喝咖啡 無論如何都會抽些時間 他喜歡知道香港的東西 我經常在報館做 對吧 他又有看我的專欄文章 是這樣的 但我們屬於世襲輩 大家學老人的圈子 有多大 對吧 那就去跟他談 真的去跟他談 那他想起 OK 看完之後 都很開心 對吧 就是這樣 那些也是本土電影 說說當時那個時代 對吧 所以那時候 華聖拍這些電影 報報也收得 報報幾千萬 對吧 那時候 我跟他住樓上樓下 他經常在一起 我最清楚 老實說 對吧 是吧 就是老蕭都是那個時間 我跟他走得比較近 是吧 是吧 那當然 這個是黑人 是吧 現在就在那裡 天天在抹黑我 是吧 那抹黑我都沒有用 沒事 那他兒子又明說富貴 可以進大陸拍戲 是吧 那這些不是黑人 是吧 不過就是 唉 有時幾十年 大家什麼時候死都不知道 都不能跟你計較 等於那些年輕人 你怎麼跟他計較 他長命過你 是啊 是吧 很多人跟他計較 是吧 就是 你給我年輕十年 我一定會打起來 真的 但現在我們沒有這些火 就算了 是吧 但是 即是你們繼續出來面對 其他人的時候 有一段時間你瘦了 你現在 你騙我又不算 是吧 你找一下香港找一個人 像我一樣 從清 得罪這麼多人 又偶然不倒 你找一個給我看 抹黑 抹黑 都無所不用其極 包括 你香港 一大傳媒 都不停抹黑你 是吧 那又怎樣 你今天站在那裡 都還沒睡覺 是吧 就是 不要跟我們相比 我們那些已經是 就是 樂日黃昏 是吧 跟那些更厲害的 是吧 是吧 不要跟我們相比 跟那些如日方中的 跟那些如日方中的 我們應該是日落黃昏 不過鼓奇如勇 是吧 還有現在得夠閑 是吧 又不等開飯 做什麼都可以 做自己想做的事 有這麼多事 但你們不是 要賺錢 OK 整世人流流長 你不要斷路 我有關的路 我一定會斷你 我現在告訴你 簡單而已 好了 李連傑 恩主丹 都不夠這個馬雲膽 但這些全部都說了 都是叫做武術名家 這些有真功夫 恩主丹 是李連傑 都肯做些什麼 你還有零一 出了一段 更好笑 攻守道馬雲電影 一日點擊 破億 打低李連傑 恩主丹 變宇宙最好抽 真抽 你夠不夠他抽 我真的不知道 怎麼會不夠抽 不是 太極高手 大哥 你千萬不要說這件事 我不是說這件事 你不要說這件事 太極高手 那又如何 那又如何 真的打架 你見到太極高手 我有個老師 真是太極高手 中學老師 陳昌立校長 他真是勁得不得了 恩挑鬼命 不過他最近身體不好 如果你跟陳昌立 打得贏沉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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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沉 對 應酬 應酬 但跟做雞有什麼分別 沒有誰比誰高上 所以由今天起 如果你在這裡鄭重宣布 絕對不能看恩子丹和李寧傑 李寧傑的戲 雖然恩子丹見到我都很客氣 一件事 一件話 我都是得罪所有的人 無所謂 我又不需要求認識多幾個朋友 去找食 不要得罪人 對我來說是沒有這件事的 早二十年 三十年都說 不要得罪那麼多人 你要找食 你沒有朋友 現在 怎麼得罪不來 我都沒有包袱 你看到這些 真是不吐不快 然後還有很多人在歌中他 我們都明白 根紅頂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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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成敗武同情 世界就是這樣的 這些 話說 有幾百億的 身價的人 幾百億 即是講美金 幾百億 即是講他的公司 很厲害 沒辦法 每個人都要拆他的鞋 阿里巴巴 只支撐了三百多億 資本主義社會 是必然的 雖然他是來自中國大陸 但他做的是資本主義的事 但是你沒有其他 在外國的有錢都不會做這些事 那怎會找幾個打祭出來 表示你厲害 又找一個歌星出來和他一起唱 那些沒有愛國沒有這些事 捐錢就有 那你證明了一樣 就是你現在中國有錢的人 心理的狀態很不正常 你求甚麼馬雲你有錢 還有這個人 我最討厭的是甚麼 有些事我不需要他講 他說六四是一個最正常的決定 殺人 這些是很嚇人憎的事 你可以不講的 你又要講 還有這個 中國管制的網絡 是非常有水平的 你自己也是做的 但你不是講政治 又沒有言論事故 你可以不講的 你可以不講這些事 你不講的 大哥 這個很討厭 那現在好了 連南華早報都被他控制了 那還有甚麼 還有山敏 南華早報 這個律前心 是律語的女兒 律前心買那個大酒店的股份 沒有的 你現在這個 反映了整個中國社會的道德 那種敗壞 但這個敗壞 你蔓延到香港 搞連香港這些 做正常生意 做演員 全部都墮落 但不墮落 不肯墮落 那些 你就要去踩它 去維落它 要去封殺它 所以說到尾 就一定要撐回 現在這班肯 堅持自己的性格 有風骨的電影工作者 他記得 《體空手道》 《體空手道》 休息一下 那些是 還可以 好看 接著 有些人 有些人 想要去 有個 又是 有些人 知道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